现在推了这么多新房子好了 然后预售 预售大部分我们都抓三年嘛 三年之后就可以交屋 然后我可以住的进去 可是现在会不会变成三年之后 市场上面有一大假设啦 他都是以置产 置产或是未来要卖的 他并不是真的刚性需求 他要住进去的 假设三年之后 那现在又有房地合一 我也没有办法一交屋马上就卖嘛 所以就变成这时间越拖越长 越拖越长之后 有可能在五年之后 八年之后 我们的中古屋市场会热的不得了 到时候会不会反过来 也就是供给量突然太多了 但是要承接的买方反而少了 会不会比较担心 未来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我觉得不至于 因为其实最容易卖房子的时间点 大概是在就是刚叫屋的时候 因为你还没有 房子是空的 你也还没有租客 然后你每个月突然就要付一大米房贷 如果你不是自己要住的话 你就会很想要把房子卖掉 那如果说你在刚交屋的时候没有卖 那你不论是自己住 给亲衡还有住 或者是给出租给别人 目前我们来讲 我们的租金基本上都还是高于要付的利息 比如说你大概就是变成付本金的状况 尤其是现在30年甚至40年的房贷 每个月缴的钱不多 你只要能够房子出租的出去 你要缴来比贷款问题都不大 那你就当你这状况已经持续了5年 如果你的租客还是很稳定的时候 那你不一定会那个收买 一般人我目前看到最多的状况就是说 租了很久之后 然后租客退租了 他现在房子空下 那想说好 那我们把房子整理一下出来卖 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时间点就会被拉开了 我觉得房地合一岁就5年 这个是导致供给量大减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大家其实要拿出来的房子 就是不会像以前一样一起都要拿出来卖 以前是我以前在这个从业的时候 就是说房子刚交屋的时候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要把房子拿出来卖 因为同时交屋都还没得住 新房子那时候卖我又不用整理 那如果说价格不错我就卖了 那时候就造成一些卖样 但现在其实都是陆陆续续的 就是我房客退出 找不到有些人他就觉得也不用 他觉得租也蛮好的吧 每个月有稳定的一个租金收入 那如果说行业的话 有外地去用钱的话 他也不一定会拿出来卖 所以导致他的卖压就在无形中就被稀释了 所以倒是不用特别担心说 5年8年之后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卖压 我们目前的交易量也没有大成这样 也没有大到平常的20倍 大概比平常多个一成 两成就已经很多了 所以没有大家被稀释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不至于发生 OK 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种体感温度的落差 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些你说YouTube频道也好 或者是市场上面大家分享的一些照片 就有很多网友他可能周末的时候都去那些 销售中心来去看新的预售屋案子啊等等 你就会发现人满为患大牌长龙 好像你要看个房子都还要抽号码牌 你有一种体感温度的落差 可是其实不管是刚刚易农哥所说 还是我们之前财经风向球 邀请其他的来宾都有观察到 其实你说房市现在的交易 有真的这么样子的热吗 就是跟之前的巅峰相比 你说有差不多吗 好像也不至于 可是为什么民众觉得房市热的这种体感温度 跟数据上面所呈现的温度是有很不一样的差别 你觉得最关键的会是在哪里 因为以往比较热的地方 其实它就是那几个地方 比如说双飞啊抬风啊等等 但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全台 你只要去几乎新开的案子 不管是它的地点多么的 就是没那么好 偏 对 那么偏 对 它还是都有很多人在看 那买房子 买戏都很热络 现在等于说是一个遍地开花的状态 跟你以前就是说 有些人会某几个案场特别热络 然后播出这个照片 那然后就会下面 照片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说 那但是我去的某些案场就不是 那个案场的人很少 那也有些人会po一些 就很冷清的街台中心来反击 但是现在随便就是每个人去 不管是你看的是中国也好 看的是新的街台中心 去街台中心人很多 去中国中间都集中待看 就突然一个小小的房子 挤了非常非常多人 然后大家同时要比 出价的速度谁比较快 那当然这样一波一波的 这种好的物件 尤其在房价上涨之后 就大家的负担能力 其实并没有大幅的提升 所以也就是说 大概在2000万以内的房子 尤其是央行还有一个现贷令 像你在新的4000万以上的房子 就很难卖 因为你的贷款值都很低 所以变成说这种2000到4000万的房子 一出来几乎都是呈杀的状况 也就是说政府一直在 不是说每一种房子都很好卖 你要知道对的总价 例如说1500万到3000万这种房子 现在就市场上最缺的 就是这种这种房子 因为这个配合新清安的额度 还有它也不会在 各线市都不会被卸贷 然后还有这个能够买得起的人 也比较多 那这种这种的房子一出来 其实都是非常的热销 那包含代销尔尽量把这个房子切小 平址把它切小 切小可以符合这样的总价带 那它就会很好卖 那你看只要超过 例如说新北超过6000万以上 那其他地区超过4000万以上的房子 其实它的卖的速度都还是很慢 而且很不好卖 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其实也没有说 我觉得是因为一些政策的激压 就是政府一直在 它所谓的豪宅 我觉得更偏向是高总价的住宅 高总价住宅的状况下 大家原本他可以买70瓶 他现在的客户他想说 我买6000万的房子我会被陷害 那我不买两间1500万的小房子 来收租 这样可能会更好 所以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钱 全部都移动到这个比较低 就1500万到3000万的这种 这种区间的房子 然后导致需求变大 但是供给又没有了 就造成大家觉得 我要去看的 其实都是要看这种 面前的房子 然后很多人 壮大其实很多人 所以现在就有一种好像 住宅套房化了 就是我希望当然总价越低越好 因为对于我每个月的负担 并不会压力这么大嘛 可是呢我居住的空间 就越来越限缩了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 的确有观察到 两房还是比较好买卖的 甚至那个两房的总价 你说以那个坪数 比方说两房可能20坪不到 很多的预售屋的建商 他们还是会把它隔成两房 就现在两房 好像变成一个标配 对啊就是 这件事其实蛮吊诡的 就是说像那个建设公司 他们自己也有这个设计规划部 设计规划部门 他们自己的研究就发现说 他这个可能需要每个空间 比如说房间主卧 然后客厅各需要多少面积 然后这个餐厅或者是等等 需要多少面积 然后可以放置物柜 可以放书桌 可以放这个双人床等等 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空间 但是呢市场上实际销售 就是所谓的好用的空间 反而不一定好卖 就是好卖的反而都是 这种非常迷你型的 迷你型就是空间 几乎你在室内快要没有 储物空间的这个房子 它卖的非常得好 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长期 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买是真的蛮多 就是之前没有买房经验的 或者他看房经验不足的人 他就跑下去买 那对于这个看平面图 或是看这个格局 他也不这么熟悉 他只觉得他总价负担得起 但这些人一旦 这些房子他一旦交屋之后 交屋之后你就会发现 那个跟代销这个代销中心的 这个样品屋感觉差很多 因为样品屋里面 落差太大了 对用了很多镜子 用很多玻璃 甚至他的这个格尖门 都把它拆掉了 格尖门 那你在住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用这个玻璃格尖 或者是说没有这个房门 不太可能这样住 那你到时候你发现 你就会马上说 那个空间非常小 可能甚至有一个房间 要拿来当你的储藏室 你的储藏空间会非常的受限 几乎没有储物空间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 买预售屋 然后呢跟实际 最后会有一些落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我觉得长期 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每个银行它就是刚刚有 最前面有提到银行法 它可以可待的额度 可待的余额都有一个线 都有一个上线的一个水位 那它到底要怎么样 利用这个上线水位 我现在最近房子又这么热 这个上线水位 那个央行又收纯纯率 怎么样利用这个到上线水位 这个空间 让银行可以创造出一些 额外的获利 这个对他们来讲 就会很重要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 帮它创造额外获利 真的是贷不到钱 而是就像刚刚 易农哥所说的 会有很多的附带条件 那你自己评估之后 你觉得要不要接受 我觉得可能 对于一般来讲 它可能购物 它会觉得 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了 那如果现在 你要额外附加那么多条件 要我转去一些 可能比较投资性的保单啊 或者是一些 美金高利定存等等 我不想的话 那对于这些人来讲 它又该怎么办 它是不是选择 就真的被限锁了 当然你可以选择 不要就是购物方面 当然最终的希望就是 你购物你要冷静一下 不要在这时间点购物 第一个你可以先回去想想 就是到底我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这个回去想一下 就是我这个房子 是不是一定现在就要立刻吗 那再来第二个当然就是 你有没有 你除了买房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理财的需求 那或者说第三个就是 直接换一家 换一家 你多问几家 当然那个花的时间成功 就是有很多人也 不是说最后完全就带不到 目前我平常就 你多问几家 最后透过一些关系 最后还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可以 可以让你带的一个 但是它就是比你 很麻烦很多 但是这个还是 我要说这个都是一些案例 有听到一些案例 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状况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 呵护 客户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稀网 不出品 不出品 好 好 好 宝贝 不出品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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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